其實平胸手術跟縮胸手術 它其實算是比較專門的手術 所謂比較專門的手術就是說 需要蠻多一些基本的手術的訓練 另外你要對乳房組織有一個解剖構造非常地了解 比較擔心的後遺症或是併發症 包括以後會不會補乳 能不能補乳的問題 包括會不會有皮膚壞食 乳頭壞食 或者是外觀不好看的問題 這個其實都有可能會發生 所以在民眾如果想要做 不管是平胸手術或縮胸手術前 其實一定要好好地仔細去評估自己人身體的狀況 適不適合手術 去找比較專業 然後比較有經驗的整形外科醫師去諮詢 去評估 也可以多看每個醫師他的案例多不多 其實這樣都可以作為一個 自己在選擇醫師上面的一個參考 那也可以降低手術的一個併發症的產生 又要再談 這吧 這個 是 我 有 有 有